我前面正好做一个女孩子 我就每天看她的那个又白又漂亮的小腿 看完以后成绩就一落千丈 为了激发各界创作者的灵感 韩总基难得主动在造势场合上 大方分享起他的少男时代 国二是全校最好的一班 结果男女合班 唯一的男女合班 好死不死我前面正好做一个女孩子 我就每天看她的那个又白又漂亮的小腿 看完以后成绩就一落千丈 从全校最好一班国二 掉到国三的放牛班 真的是非常浪漫的一段小腿爱情故事 韩总基也是关心同学未来出社会 能不能够脚踏实地 才会一直看人家的腿发育的如何 令人敬畏三分 发言人王陈秋也在记者会上同步回应 表示看小腿其实是许多人的共同回忆 大家都年轻过 我相信在座的男生都偷看过女生 所以女生也会偷看帅哥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而已 没有必要刻意放大 跟前一个问题是一样的 如果每个人身上都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要被刻意拿来误化的女生 我不知道馆长有没有这样看过女生 可惜我都只看柚子的腿 没办法和韩总基一起去读放牛班 真是惭愧 虽然民众对于韩总基的少年故事 相当有兴趣 但韩总基本人却十分谦虚地说 自己的故事只不过是少年维特的烦恼 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失言 我在形容我在国中二年级的那个时候 读书交友的情况 那段心路历程 一般来讲叫少年维特的烦恼 少年维特的烦恼是德国作家戈德的著作 内容描述一名少年和一位 有夫之妇之间曲折的爱情 原来韩总基在暗示自己的故事 是一段轰轰烈烈超越世俗观念的禁忌之恋 现在为您播放禁忌之恋 OK导播我们现在没有在叶沛语音助理 所以要看叶沛的话请点上一支 而我大韩总基身为泱泱大中华民国的储君 也在本月6号访茶故宫 为登基做准备 虽然有博物馆专家沿路陪同解说 但是独立思考的韩总基可不会照单全收 看到没有 这就是韩总基和一般大众不同之处 勇于质疑国宝拒绝人云一云 才能带领我们中华民国走出新局 而在看完故宫的展览品之后 韩总基也深受启发的 在故宫北院门口发表故宫南院的造证计划 哇 真是精彩的愿景啊 虽然韩总基有制止支持者过度热情的举动 可惜故宫的副院长依然十分小心眼的指责院区内不能进行选举行程 我们特别用这一张来展显出来 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就在我们院区里面不得从事任何进选的活动 什么选举行程 韩总基马上就要上任 这是故宫政策抢先看 跟选举有什么关系 这全部都已经是准备实施的计划了 看完文化政策我们来看看国防领域 面对本月二号发生的国军重大意外 韩总基就认为这全部都是国娼的问题 几十年中华民国建军史 也没有发生过最高的军官参谋总长 最大的士官总士官督导长一口气淋了 我们的国运也不苍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台湾到底是得罪谁的 台湾是中邪的吗 韩总基果然是多才多艺 能将命理风水与航空科技两个领域结合 综合分析黑鹰直升机失事的原因相当厉害 只不过国防部却不太认同这份民俗分析报告 发表声明指出 黑鹰将士殉职事件被影射为台湾重邪了 国运不昌隆这样的形容实属不当 是对殉职将士的不敬 真没礼貌 韩总基帮你算命不好吗 另外一位想替国军出口气的国语党部分区立委 第二名叶宇兰女士技术可就没这么好 本月5号叶女士在脸书上发表 黑鹰的失事让她还是想到这一幕 当时的蔡主席如何羞辱国军 上任之后又如何追杀退休军功教警消 并且强调照片与内容都不是虚伪的 不过事后马上被眼尖的 这其实也不需要眼尖 视力一般的这个正常网友就能够发现原来照片是合成的 事实上这一幕根本不存在 叶宇兰自己随后也立刻道歉 网络上面因为实在资讯太多 我们有时候会有措手 这件事情所引起的纷争 我已经在脸书上面表达歉意 谁叫你要依赖科技 还是多学学韩总基的民族方法吧 像是韩总基本月5号就前往 桃园大溪的金国先生临请致敬 不料宋省长也对叶林仪式有意见 我心里面蛮感伤的 国民党的候选人 好意思到金国先生临请那边去 为什么不能去金国先生的临请呢 爸爸去探望儿子有什么问题吗 韩总基身为讲公在世 无法人送黑法人 当然是相当的伤心 去临请看看也是人之常情 这到底有什么不爽 而宋省长年事已高 搞不清楚就算了 忙着生儿育女的壮年郭董 现在竟然也披上菊袍 一起扯韩总基的小鸡腿 不能够绝对不能够让今天一党来独大 所以说我想我们希望我的政策是 两大两小 两小一个就是民众 亲民党一个是民众党 让这两个党能够在一个是在偏绿色的光谱 在光谱底下呢有制衡的力量 一个在蓝色的的话 我们不是顺从党 原来亲民党和民众党分别是小蓝和小绿啊 身为我国最有实力的商人之一 竟然只想要扶植两个侧异小党实在不合理 而郭董同时也正在忙着赞助共方水果茶 看来郭董是正在扮演白脸的角色 要让被赤匪占领的一方水果茶改过向善 赤匪的入侵的确是个棘手的议题 去年年末民进党强势通过反渗透法之后 也使得不少赤匪卧底心浮气躁暴露行踪 8月5号本台中时观众演员柯宇伦 就在路上和统促党党员起了冲突 脸上挂彩 牺牲自己来调出隐藏的赤匪分子 实在是精神可嘉 除此之外有许多单位配合采取了行动 法案通过之后 我国派往灾区的间谍洪志贤 马上就在个人脸书上发表 我是中国的台湾人 一国两制是对台湾最大的体贴与尊重 以及如果这是叛国 那我每天都叛国这样的言论 这绝对不是太诚实 而是为了勾出其他窝藏在自由地区匪占的诱饵 是资讯战的一环 像是知名大匪占邱毅就轻松上当 一样在脸书上发表 我就支持统一来抓我 来查水表 更有种点来杀我 如此的贴文 洪探员真是干得好 相信这些匪谍就会在这一波扫荡之中 一网打尽 不过在这波赤匪代理人的搜捕当中 白主席竟然出来爆料 像蔡英文总统也是赤匪代理人 大概不久前蔡英文总统要推动中共代理人法 我就代表中国国民党高手 我说你才是天字第一号的中共代理人 你蔡英文才是天字第一号的中共代理人 真是没想到一国元首居然只是个代理人 不过也有人质疑代理人怎么会动不动就呛瞎被代理人呢 原来他们的代理方式是以一个唱双簧的方式来进行 就让我们请国语党的副发言人为大家分析一下 比如说蔡英文其实才是最大的中共代理人 为什么因为蔡英文她搞台独 也因为搞台独的关系会让中共有借口来打台湾 也会引来中共军事犯逃 原来是这个模式真是太可怕了 所以国语党泄隆介义员在前往桃园为党内同志助选的时候 就决定要询问民众对香菜英文的施政如何评价 天啊他们竟然回答好 大家不要误会 这只是在因为这个题目设计不良所造成的 任何有常识人都知道在造势场和现场群众 只会反射性的喊出好或者是对 像是接下来这一段 台中的乡亲们你们这段剪掉啊 因为刚刚观众应该什么都没有看到 而在大选前夕我们要揭露一个惊人的秘密 透过彰化县花檀香的投票通知单 可以发现本年度的大选根本不是要选总统 而是选总务 那也当然的 因为韩总基已经被无条件认可为总统了 其他人当然只能够选个总务来代收颁费 作为韩总基政府未来四年的预算来源 大选倒数不到一个礼拜 记得1月11号投完票之后 打开眼球中央电视台 YouTube频道或者是一期直播的APP 收看开票一起看央视 而在下礼拜六我们也将迎来 眼球中央电视台109年央视春晚的节目录影 华丽的阵容绝佳的体验 绝对是迎接新春最明智的选择 你买票了吗 那么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样 更多新闻您还可以订阅央视的YouTube频道 或者追踪央视的Facebook及Twitter 还有承受YouTube帐号 也欢迎你一起来加入央视的IG帐号 或加入YouTube会员一起来壮大官媒 露订阅露追踪了人 小腿会变粗又变黑 也会变成大鸡腿 我们再会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呢 我想要用一点时间来严肃的说一件事情 这段时间有一些候选人使用921大地震 来当作竞选的口号 甚至还说要让票投起来很震撼 身为土生土长的南投人 看到之后其实已经不知道要怎么生气 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悲 而且下流 选举选到良心被狗咬 实在是令人遗憾